真的是蠻神秘的 我們來看看他到底這個眼鏡史是怎麼樣 因為你說徐清晃就行 他其實他也有去那個地方打卡 而且他還提供畫面說 這停了就是油冷車 然後他拍完的隔天 那個車子就跑了 對 車就不見了 來我們看 我是從這個徐清晃 他的粉磚上面抓下來的 他說我們看一下時序 從這邊開始 08年的時候是買一個月後的空拍圖 他買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是一個停車場的樣貌了 然後呢 跳到了二零一九年 就重新整地 不租給汽車的空拍圖 因為他要改 改造 所以這個油冷車 然後二零二一年的這個 就成功改良 農業成功改良 種出了這個油冷車就出現了 那冠廷你發現他的眼鏡史是怎麼樣 我先講 其實柯文哲 這一個農地違法的事情很明確 柯文哲今天最重要一個回應是想說 他願意捐 有一些媒體朋友就被騙了 有些民眾就被騙了 說對喔 人就要關了 你還在幹什麼 但他只捐兩年 柯文哲的這一個違法農地的使用 把農地變成停車場 至少從2008年就開始 長達15年的時間 但他現在只捐 只還給大家最後兩年 遊覽車的這兩年 前面13年都不管 所以我們重新講一下 眼鏡史 其實柯文哲買農地 或任何台灣一個人買農地 只有兩種原因 第一種原因是你要當農夫 就是我以後要去耕田 另外一個就是投資 所以柯文哲扯東扯西 跟他的家人講說 以後退休要工作 要建醫院 建醫院是騙人的啦 農地可以建醫院嗎 有人開玩笑說 不行 受醫院也不知道 不行 都不行 因為我處理過選民服務官 有牙醫師 就是買在農地上面的住宅 他要開那個診所 你知道他硬是被搬家耶 農地也不能開業嘛 農地就是不能做診所 柯文哲你跟他認真的啦 那你認真啦 你認真的 你認真的 他根本不是要是亂講理由 我想要幫他解決 你知道嗎 我就要幫他解決 阿婆你是知道 阿婆你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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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都會知道 我繼續 總之呢 現在他確定不是 要搞這些事嘛 那就只有一個原因 買農地就只有原因啦 你不是要當農夫 你就是為了投資嘛 草地皮啊 就是草地皮啊 柯文哲為了迴避掉 他要草地皮的事實 所以才東扯西扯 一下講爸爸 一下子講學長 然後後來被發現是女生 才講說是醫師娘 這整個背後的謊言 是為了掩蓋 他是參與這整個草地集團 所以關鍵來了 誰帶柯文哲 進這個草地集團 昨天我具體問他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15年來不法所得多少 要不要捐 今天他回答 一半 他沒有講多少錢 也沒有講15年要捐 只捐兩年 第二題到現在沒有回答 柯文哲你不會沒事來這裡 插頭的啦 誰帶你來的 我們來看看整個內容 這個農地上面 除了大家講的違法停車場以外 還有一間農舍 而這間農舍 也在柯文哲的財產申報 在他的名下 所以也是柯文哲的 一樣是二十四分之五 好 所以柯文哲你有一間農舍 你跟別人共同持有 這間農舍呢 我們來看一下歷史的演進 2010年的時候 這間農舍上面就非常 我講囂張 好算 講囂張沒關係 好 上面寫 九頂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的 辦事數 講顯眼啦 比較顯眼 沒有 其實是囂張 農舍可以拿來當建設公司的辦事處嗎 不行 就違法啦 所以囂張也沒錯啦 所以第二條違法出現了 農舍只能農用 結果農舍在2010年變成是 九頂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的辦事處 後來可能覺得太囂張 我們看一下2023年最新的狀況 把那個招牌 換到下面 但是大拉拉的寫在上面 所以就覺得很奇怪啊 我就去查說 是誰啊 怎麼會跟柯文哲你的農舍 讓一間開發公司 來上面直接設辦事處 你覺得跟他關係匪淺嗎 如果你的農舍你知道違法 你怎麼可能租給這個人 結果一查不查還好 一查之後 這背後真的是大有來頭 簡單來講 四個股東 林文欣 吳立美 吳清源 張震榮 首先先講第一個 董事長林文欣 林文欣呢 其實不是實質在背後掌權的人 實際在背後掌權的最重要的人 叫吳清源 股份有三萬股 吳清源呢 在新竹大家都叫他 蟲化大王 他搞了什麼 新竹有史以來最大的 官埔蟲化區 大家聽幾個關鍵字 官埔蟲化區 清大 焦大 足科 就是最漂亮的那一代的整個蟲化區 就是他弄的 那他是實質的負責人 這不是我專程亂講 過去有一些爭議跟判決書 都有寫他是實質負責人 所以 馬虎講 底 接下來要講 另外一個關鍵人 叫做監察人 這間公司的監察人 叫張震榮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耳熟 對 就是這個張震榮 新竹縣國民黨籍的議長 張震榮 也持有九鼎這間公司的股份 監察人 2008年柯文哲買地的時候 張震榮還不是議長 但是他在地方實際上很清楚 2014還選上議員 當一屆馬上就當上議長 地方實力雄厚 所以我講完了 吳慶恩講完張震榮 知道講什麼 就是還沒有白的時候 藍白河就在2008年就實現了 柯文哲當時在2008年取得該農地 這個九鼎開發 就跟他準備要一起搞了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我們來看一下這種重劃區 大家都講說 這叫差期 我們來看一下九鼎開發的差期史 2004年的時候 九鼎開發 在整個新竹的東部這裡 在竹北縣制重劃區 總部在這裡 到了2010年的時候 就是柯文哲買進農社兩年的時候 我們在街景圖看到 他在柯文哲的農社上面 直接掛上招牌說 這也是我辦事處 這項議書 這裡我之後要來處理 接下來再往左邊走 到了2020年 又過了10年 九鼎開發 簽至竹市官埔重劃區 所以這就是一個九鼎開發 在新竹由東向西 開發跟差期的歷史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 柯文哲你還是沒講實話 你跟這個九鼎開發的關係是什麼 誰帶你來簽這個地 無論你有沒有講 你跟這一個藍白核的實質 在九鼎開發 跟在農社上面 違法使用的狀況 已經很明確 他就說我們爸爸的關係 之前常常就是媽媽救駕 不然就太太救駕 現在換爸爸來救駕了 不過有一些對農地比較了解的 像是這個是墨雨淨與他的墨水故事 他就講說奇怪 你們有沒有瞭解到什麼叫做特農地 為什麼他會買特定農業地 為什麼呢 他說要不你就是真的要種水稻的 要不然你就是眼光放得很長的 草地皮的專業戶 因為這種地其實是比較焦貴的 種水稻他其實地質要夠好 涼田才能夠 然後草地皮的人為什麼都不會去碰這個 因為要拖很久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瞭解都市發展的脈絡的話 哇 炒一炒有炒出十幾倍的獲利 那將軍我要請教 因為柯文哲 他之前其實在這個曾經一度說 他買房子還跟爸爸借錢 還要分期付款還給爸爸 那現在這個農地也改好 他大概是花一瓶十萬塊左右 對 市價現在大概多少 你知道嗎 四五十起跳 那如果說他真的給他變更 變成重劃的那一塊的話 那個人是不得了 可能百萬起跳了 眼光很精準 然後媽媽講說 那如果賺多少錢 這樣會很過分嗎 這講到說沒賺多少錢 其實講的良心話 就到目前為止賺得還不多了 還沒有達標 達標就賣出去了 為什麼當時柯爸爸說 希望找幾個醫生一起來買 我在想柯爸爸是老師 他應該真的想在新竹市弄一家不錯的醫院 讓柯文子跟這群醫生一起來行醫 可是沒有錢嗎 沒有錢 他所謂的沒有錢 就是說他沒有那麼多的錢 你要蓋一家醫院 或是做一個小規模的中型的醫院 你不是一兩千萬就搞得定 要上億嗎 那怎麼辦 找幾個醫生來 這塊地很不錯 我的朋友告訴我 這塊地十年後 應該可以翻數十倍 那他要找一些人就是 我有錢沒有很多 但是這些錢不是借來的 可以壓 可以壓 可以壓十年 所以說找五個都是醫生的人 一人出五分之一 來搞這塊地 當時應該也花了 大概五六千萬吧 應該也五六千萬 那一千五是一個人 一個人五分 那這樣花七千多萬 差不多 那你想想看 在十五年前七千多萬 不要說十五年 現在也很多好不好 有哪些人是一個人 可以拿出一千五百萬 放那邊不疼不癢 那他覺得醫生可以 為什麼 有一個院警在那邊 十年後 我有消息 這裡會變成都市重化 這個糧田就會變成 這個建築用地 你們可以蓋 蓋這麼大 然後後面的可以賣 七百瓶 後面賣前面留意間 給你們當醫院 一毛都不用出 一個人一千五百萬 就可以變醫院的老闆 這柯爸爸真是用心良心 眼光很獨到 可是呢 我告訴大家 許慶皇太壞了 你要踢爆 夢就睡了嘛 對不對 夢就睡 那你說醫生有沒有高道德 醫生一定有高道德 不行 這糧田這樣子買下去 我們不是破壞糧田 什麼糧田 上面你看都是停車場 哇 新房把它放下來了 那個高道德就 原來我買就這樣啦 也不是我把那個田都攢起來的 如果他本來是種滿了稻米 上面是可以長稻作的 我們去給他填土 填石頭 鋪鋼 鋪鋼 鋪鋪鋪油 沒有道德 他要租他其實也可以再租給 那個水稻田的農民 那繼續種 還要跑起來 沒有 我是說他們如果 因為他買的就是特農地 一開始他們就是挑那個 那我就繼續租給農民 有些青農返鄉什麼的 你繼續種嘛 我一樣還是可以收一點點 一點點的這個田租 收入太少了 那個停車場收入比較多 停車場的這個沒有人會知道 誰叫你柯文哲要選總統 如果柯文哲不選總統 應該不會有事 所以我講那其他的四個合夥人 現在心中一定很惡 你要陪我 這個月的時候 這個月你要陪我啊 當時拎XX的 對不對 是不是你爸爸叫我們起來買的 對 你要陪我啊 幫我們平一下 放心 這一個月我陪你 等到下個月過後 一月份過後繼續停 沒人會管我們 所以這一次你看經濟黨說 他說我告訴你 這次你要推給誰 推給太太 推給媽媽 還要推給誰 還推給妹妹 錯啦 大家都少顧一個爸爸 而且我跟你講 太太很厲害 太太推給公婆 對對對 全部推掉 說我們不知道說 這塊地我不知道 各位是一千五百萬 柯文哲自己的錢 一千五百萬 他說我忘記我不知道 柯文哲會忘記一千五百萬 我認識一個美國的朋友 他跟我講 他有一次柯文哲到美國去 住旅館 那個冰箱打開 看裡面好多瓶啤酒 然後他說這都可以喝 不要擔心 柯文哲說我不喝酒 你知道嗎 最後退房的時候全部不見 一瓶都不見了 我說到哪去了 他帶走了嗎 帶走很重 他全部把他喝掉了 因為不用錢 不用錢 留在那邊浪費 柯文哲是這麼一個節約的人 他連幾瓶啤酒都覺得放在旅館裡浪費 他都把他給喝光了 然後現在他會說一千五百萬買一塊地 放在新竹買了 不知道 忘記了 各位啤酒比較貴 還是一千五百萬比較貴 一千五百萬可以買多少罐啤酒 可以用啤酒來洗澡 我跟你講 他捨得得他會忘記 柯文哲告訴你草地不可恥 你就講出一篇很棒的那種耶穌哲學 就是說因為我是牙縮 我要這塊地發財之後 賺了五十倍一百倍 我要蓋醫院 對 我要蓋教堂前面醫院普渡眾生 所有不好的人到我這邊來 都變成乖寶寶好孩子 我給你鼓鼓掌 草地不可恥 不承認才可恥 說謊才可恥